曹姐姐 有话要对本宫说吗 华妃复位 昨儿曾招了嫔妾去以昆宫 这很好啊 曹姐姐与华妃一向有来往 如今她复位 你也应该去贺一贺 是 贺礼早已送去了 只是华妃此次召嫔妾前去 问得在她幽闭期间 娘娘您的言行举动 姐姐这样聪明的人 自然是应对得宜的 无论怎样 都在与姐姐您的打算 嫔妾能有什么打算呢 一切不过是看娘娘罢了 怎么说 华妃娘娘都是姐姐的旧主 虽然待公主和姐姐 有些地方是刻薄了些 但好歹也曾提携过姐姐 为份家事又远在本宫之上 姐姐要与华妃娘娘亲近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娘娘又何必和贫妾打雅弥呢 贫妾虽不伶俐 却也知道 华妃此次的复卫和得宠 不过是昙花一现 再如何也只是强弩之末罢了 贫妾与公主想要安身立命 自然不会再冒险 曹姐姐察言观色 心思敏捷 不是寻常人可以比的 其实本宫也不希望姐姐 与华妃娘娘生疏 贫妾即将自身与公主托付给了娘娘 自然是为娘娘之命侍从 如何再会倾向于她呢 娘娘的吩咐 贫妾自然明白 不会将娘娘失望的 曹姐姐进退有度 本宫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华妃娘娘既然愿意打听本宫的动静 那本宫只好以笔之道 还事笔身了